萍萍 事情不是這樣子的 為什麼呢 因為警察一開始就找錯了方向 後來才發現 沒有前科 也沒有混過幫派 混過組織 就算你把整個黑道翻過來 你也打聽不出什麼樣的消息 而這個班子的集團 當年彷彿就像是 披上了隱形的斗篷 來無影去無蹤 這給警方很大的破案壓力 後來如果不是因為 這一起機車搶案 兩名搶匪被這一輛 賓士車就這麼一撞 結果撞出了兩把警槍 掉在地上 這一個社會 不知道還要付出多少的代價 警方不知道還要花費多少時間 才能夠掌握到 這一個無法無天的犯罪集團 建國北路二段昏暗的巷子內 一名女會計拎著包包 等著老闆耐順常的車開來 要一同外出辦事 老闆從家就彎船 一天 像我車外的車子 皮包這種車子 搶劫在叫的時候 他剛好開著車子 看了他不對了 就開始沒水 開始追 眼見跟機車搶匪的距離 越追越近 賴村昌將賓士車的油門 勇力一踩 時速瞬間 飆破一百 在追的過程裡頭 坐在後座的臉順常見 回頭前後開了三槍 這樣有大了 正面從我的正面 從人中這裡爬了 既然不知道誰把我的頭就歪過 第一槍是打到擋風玻璃 被彈開了 再來第二槍 他打過的時候 還有人把我偷偷 好像有 這樣把我撞過來 一撞過來 子彈卡在那個玻璃框的上面 這時候 把身體拋住腦厚的賴順昌 竟搖下車窗 邊吹哨子要自方停車 那時候才對他停停開槍 他沒有馬上停止 非常利用的 他就對他開槍 他就 就加入了過去 所以第三槍又開下去的時候 剛才那個車就跳起來 就好像 叫到什麼東西 車就跳起來 打到引擎彈 在說唱只覺認為 是冥冥之中的力量 助他躲過三顆子彈 整個玻璃 後退就把我撞到的影子都看 差不多一、兩百 玻璃都刺了我 那麥球就沒看 沒看 因為丟門到東 我們那時候就想說 丟門又刺著 那邊開就變成一百多 所以後面就 在摩托車就比較濃 撞到河江堂 跟那個林田東路口 他也刹車不住就往前衝 才把這個 連順劍跟紅明雄 撞倒到龍心花園對面的一個 那個... 排車道上 兩名槍被雙雙倒地 困在兵士車中門賴順昌 忍住傷痛打開車門 跑到附近的派出所報案 其中一個就被撞傷 撞傷他想要跑 他想要攔計程車跑 剛好那個時候有人報案 員警一來 你不能跑啊 你到底是怎麼回事啊等等 後來才把他攔住 攔住之後發現 現場發現後來有兩把手槍 轉輪手槍 後來手槍一看滿像緊槍的 警察來一看 警方當時研判 三起連續殺警案 五起運鈔車搶案 跟這兩名搶匪一定脫不了關係 因此檢警要從活著人的口中 問出答案 其實紅米熊啊 在林口的長庚醫院的時候呢 他都不願意去說出整個案情啦 那我就稍微摸到他一下 他的左腳 那同時我也跟他講啊 我說你吃飯沒有 因為那時候已經快十二點左右了 他跟我搖搖頭 所以我有跟喬組長講說 不管怎樣 已經到晚上十一二點了 十二點多了 那看看醫院可不可以了 就是買個牛奶讓他喝一喝 這份溫暖攻破紅米中心中 最後一道防線 他終於開口招供一切 而集團成員名單 也從他口中一一現行 有林本健啊 有紅明 紅明熊還有林順健 還有一個林中成 還有一個廖世文 他們總共做的案子 後來一清查 有十七件之多 重大刑案十七件 搶銀行搶郵局搶農費 而且從台北到高雄等等都有 然後那個搶奪的隨機皮包搶奪的 五十到一百件 紅明熊把全部的錯 推給在逃的祖賢林中成 工程這些案件 都有他一手策劃 在當時他突然冒出一句話 不是只有這樣子 我聽說還有警察涉案人 當時所有的人愣住 所以當時不敢確定 到底真的是有警察 他說但是民主我不知道 其實那個時候警方也不會很相信 不相信 警察怎麼可能殺自己人呢 專小組壓根沒把他的話 放在心上 但當他們選先逮到 立民共犯時 竟聽到了鄉頭的公子 在問林本殿的時候 後來林本殿也承認他們 做了哪些案子 哪些案子 停留 最後警察有問題 他是不是還有其他人 他說有啊 還有一個就是 你們自己的原警 也涉及這個案子 還有講出原警的名字叫溫景榮 殖民道姓保大原警溫景榮 就是集團其中一員 正當專小組驚訝 錯而至於 赫然發現 溫景榮已經整整曠職兩天了 他到哪裡去了 難道是心虛落跑嗎 就這麼巧 在這個時間點 找不到溫景榮他本人來問問 難道他真的是為罪潛逃了嗎 這件事情還沒有水落石出之前 當年的台北市警察局長顏世錡 他就先請辭下台負責 但沒想到更震撼的消息 還在後頭 因為有媒體披露了這張照片 這位溫景榮他不是一般的員警 他是當年警政署長羅章的貼身隨護 消息一曝光 社會嘩然 警政署長的隨護 竟然涉嫌提供槍支給犯罪集團 甚至還涉嫌開槍 打死了自己的同僚 就在全國的警力都在追棄 溫景榮盜案的同時 他已經帶著女友逃到了山上了 甚至已經做了最壞的打算 而溫景榮他最壞的打算 是什麼呢 我希望你 我希望我 龍兒你趕快出來 因為這個家裡 你媽不能再 再忍受下去了 我也不曉得 我要用什麼樣子來 向大眾們說 因為我本身 我一切完全都不明白 孩子可作所為的 盡頭前 老母親紅著眼眶講到哽咽 她是保大原警溫景榮的媽媽 兒子失蹤三天後 她受不了外界指責的壓力 哭訴要找尋愛子 因為溫景榮遭殺檢嫌犯指控 不僅涉及土營運鈔車搶案 還對著同僚林明侯開了 這個搶劫集團的話 第一把槍 就是溫景榮提供 當時台北市警察局長 嚴世襲主動發布 溫景榮涉案的消息 還宣布請辭以示負責 但他卻直辭不提 溫景榮的另一個身份 溫景榮那個時候是誰 沒有人認識 他是保大 然後借調給署長 警政署的署長羅章的隨護 但當時警政署依舊不認 溫景榮就是署長的貼身隨護 只強調當務之急 事先找出他的下落 當時呢 就透過各種關係要找他 就要把他找他 然後那時候帶著他女友 就開始逃亡 但是呢 他也拿了兩把槍一起走 逃到那個雙細心 山上 溫景榮承受不了壓力 逃亡時還帶了兩瓶安眠藥 意圖今生 結果他沒死 兩天後醒來了 睡了兩天 溫景榮就醒來了 他知道 主該如此了 死不去 他就去投案了 已經逃亡十天的他 醒來後 卻發現女友不見了 決定先下山投案 並請警方 協詢他的女友 溫景榮也透過一個朋友 跟了那個局長 因為 因為他直接 就直接打給局長的事 跟局長講說 他們他要出來投案 透過朋友出來投案 原本是在一個建國南路一個 就是紮道的地方 準備在那裡見面 當天晚上七點多 局長帶著當時擔任 除暴組組長的侯友宜一起前往 但等了一個半小時 都等不到溫景榮的聲音 他沒有突然想說被擺烏龍 後來他們再回去 回去以後 沒多久 後來又 溫景榮 又透過我朋友打的 說希望能在 那個 辛亥路 就辛亥隧道 過去一點 那個地方建立 但這一次 溫景榮真的會現身嗎 後來發現 溫景榮跟他的朋友 也在那個地方 也在那個地方 然後呢 溫景榮 後來就在那邊等 看到局長來的時候 那一幕其實 其實蠻 蠻感傷的 就跟局長敬個臉 然後呢說 局長我做錯了 非常對不起 然後局長就安慰他 說沒關係 沒關係 人到了就好 敬禮的當下 溫景榮眼眶中的淚 也跟著落下 在長官面前 他哭得 像個做錯事的小孩 嚴世席最後拍拍他 說了句 有什麼事先上車再說 他說 你現在看起來蠻邋遢的 因為他 反正是剛逃亡嘛 然後就是整個衣服 都髒兮兮的 而且很餓 沒有東西吃等等 後來他就 局長就載著 再回辦公室 你知道嗎 局長先沒有把他交給 莊岸平 局長先叫了一碗面給他 雖然部署犯錯 他還是要把他 可是是先安慰他 該怎麼樣處理 是事後的事情 可是當下他看他這麼邋遢 他拿自己的衣服 自己的鞋子給他穿 洗個澡 吃完面以後洗個澡 再來面對 再交給莊岸平 然後先面對記者 深夜十一點多 大批媒體 仍在警局外守候 溫景榮換好衣服 踏著沉重的步伐 出來面對 一開口 卻是先否認涉案 緊緊交代他跟祖賢林中成 林順健的關係 因為溫景榮跟林中成 還有林中成 都是神力基隆中學的 同學 大家就串在一起 因為林中成跟他是一起長大的 所以兩個從小就認識 那林中成也知道他當警察 所以林中成也曾經問他說 你們警槍是長什麼樣子 他就把警槍借給林中成看 玩一玩然後就拿回來 雖然是從小到大的好朋友 但溫景榮身為警察人員 明明知道林中成這幫人 作惡多端 卻不懂得保持距離 甚至還借出警槍 警方調查 溫景榮前後拿了八十萬分紅 錢入了口袋 讓原本該走正途的他 越走越偏 但溫景榮喊冤說 自己是被設計的 當初只是借槍給好友林中成把玩 他知道他會拿警槍犯案 之後林瞬間又騙他說 想找仇家報仇需要子彈 溫景榮才出借兩顆 直到林中成說出犯案真相 並威脅他說 大家已經在同一條船上了 不是同聲就是共死 他才不得不上了賊船 直到集團成員陸續被逮 他擔心受到牽連 因此帶著女友逃亡 但女友人呢 是生是死 溫景榮也說不出個所以然 為了找尋對方下落 隔天一早 侯友宜帶隊 壓著虛弱的溫景榮 上山搜尋 他幾乎不能走過 他有走到他有走 走了一段實在太累了 因為好幾天沒有吃飯 這個時候找到 找到那個雙溪 平積那一段的那個山羊 所以找到他們 逃亡的時候他們 留置在那個地方 後來才發現他們有 趴在地上 已經死掉了 法醫驗食後認為 溫景榮女友 應該是好幾天沒吃東西 營養不良 飢餓 導致心臟衰竭死亡 但是產生的問題就是說 溫景榮 你下山的時候 到底知不知道 你女友已經死掉了 沒有講實話 他說他是講 他說他也吃藥 他兩個都要吃藥 要準備自殺 結果要吃了以後呢 後來等到醒過來的時候 他覺得好像口渴 他要去找水喝 回來以後就沒有看到女友 知道嗎 其實女友也沒有跑很遠 就在附近 所以大家就懷疑說 他到底下山的時候 知不知道女友已經死掉了 這個謎團 溫景榮始終畢中就親 不肯回應 但或許是看到女友的屍體 打擊太大 讓他態度批變 原本不肯承認 殺害同僚的他 最後糟了 最關鍵的就是 你到底有沒有借警槍 對於案情 溫景榮全盤共出 但他的好友 也就是整個集團的首腦 林中城呢 他逃去了哪裡 他不在啊 他出國了 在前一天就出國了 機場一查就出去了 到第一個 泰國 泰國菲律賓 是我們這邊犯罪者的天啊 不是他們要跑 他們也會去探廳啊 原來早在同伙被逮到的第二天 狡猾的林中城 就已經搭機逃亡到泰國 與另一名共犯匯科 我國際科 我們有一個國際電台 我就發電報 發到這個泰國 說我們要抓這兩個人 希望你們能夠提供協助 但我國跟泰國沒有邦交 電報發過去後 猶如石沉大海 林中城在泰國的行蹤沉迷 人還逮得回來嗎 人還選擇 人還在泰國 黃泰國 人還在泰國 沙灘 人還在泰國 在泰國 人還在泰國 泰國 人還在泰國 誰 人還在泰國 沙灘 對 對